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美股昨天是拉回 浪台股今天也跟着跌了 大概目前录影的时间是12点16分 那指数的部分跌大概接近90点 刚刚盘中最多跌116点 那目前收敛到剩下八九十点 来到15770点 那美股为什么跌 那亚国为什么今天跟着跌 主要是因为联准会的主席 叫鲍尔或者叫鲍威尔 那昨天的听证会 他的意思是暗示说 他认为美国的终极的利率 应该还要再更高 因为通膨的等等就是 还是严峻吧 那也暗示说可能三月份 maybe 有可能 升息不止一码 可能是两码 所以呢 昨天道琼 就跌了574点 NASDA 费半 S&P500全部都顶 但就走势来说 其实都不拖一个横盘的区间 这是费半的指数 没有过高 也没有破低 NASDA也是 没有过高 也没有破低 持续在一个横盘的区间 那道琼的波动 又更小 又更小 就是来来回回而已 S&P500指数 多雷同 所以就算 鲍尔说的 是真的 我认为对美股 对全球股市的趋势 也不会有什么 重大的影响 因为其实 我认为 终极利率是5% 或者5.5% 你那个差异都不大 你说 如果今天利率是1% 未来要升到5% 差距很大 所以它一定影响市场资金 会做出选择嘛 可能 哇 这个利率越来越高 股市在相对高档 转去存钱嘛 但现在是 它已经升到快5%了 就算未来要 目标再多个0.5% 那个其实差异有限 1%跟5%是很大的差距 5%跟5.5% 那个意义真的就不大 那去年是 升息的前半段 是越升越多 越升越多 所以资金外逃 股市大低 现在是升息的最尾端 就算再给你多升个 一码两码 但 其实我认为影响是不大 所以美股不改 区间的盘整的结构 今天跌的 maybe明后天又会涨回去 台股 强于美股 前两天做了 线上的突破 今天算拉回幅度有限 短线 短线沿着50线往上 我认为就是趋势不变 那当然指数本来就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在于 盘面中 一堆股票 中小鲜的股票 轮番标涨 轮番大涨 AI股 IP股 光学股 网通股 甚至观光股 或者是卫星的 记忆体的 光学的 先进光这两天 一路标 各个族群都有标股 或者是能源股 电线电缆的 华晨 中心电什么 最近都标番店 所以指数是慢慢过高 对于那种什么 升息一码两码 还要升多少 那个东西 逐线都已经淡化不反应 重点在于 各股的 遗产 各股的 业绩 各股的财报 各股的数字 各股的 接单 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 新的题材 现在 大家各自表现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 你要去选 数字题材最强的股票 你就能 一档接着 一档赚下去 比如说 先进光 早上再来到 116块半的新高 那我们买在哪里 我们买在 这边 上礼拜四 87 87块多 礼拜要涨停 礼拜一创高 礼拜昨天又说涨停 今天早上再来到新高 116块半 短短 五天时间 礼拜四 礼拜五 一二到今天 礼拜三 刚好五天 33% 877到116.5元 33%给他赚起来 然后 早上 红盘以上 此股全部获利出息 全部获利出息 全部大赚出息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很简单 短线太陡 乖离过大 两天之后可能要被关 先走一趟 当然我们卖掉不见得 他不会继续涨 但我常在讲 留一点给别人赚 OK 但我们已经赚到一段 最快最快的 而且是买在发动点之前 买完之后 连涨 三到四天连续创新稿 然后三成赚起来 那我是不是常在讲 就是说一次赚一倍 不容易 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三成赚起来 玻璃出息 然后钱 我常在讲 金蜜股就是一档接一档 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所以这个赚到三成 后面再标也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下一档 可以再赚三成 加起来就是六七十趴 所以今天卖掉资金 跑去买什么 买宜特 宜特 大概买在这个位置 九十二三块左右 大概平均买在九十三块多 九能量真所长 所以左手卖掉先进光 三成把它赚起来 然后你假设你本来是一百万 赚到三成一百三十万 钱通通转进一特 今天再所长停 这一赚大概又赚了四五趴 所以左手卖掉赚三成 右手一买赚大概五趴 超级帅气的换股 超级帅气 标股一档接一档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就是所谓的标股接力赛 什么叫标股接力赛 就是这一档标王换这一档 这一档标王换哪一档 所以我说我最喜欢这种行情吗 你如果全部的股票一起涨 你就只有一个行情可以做 但是如果指数涨得很慢很慢 但是标股是轮流在上演 一棒接一棒 就很多钱可以赚 这个就是标股接力赛的行情 我们就是这样操作 所以这个标股接力赛 你真的要参加 只要参加进来 人人都有大钱可以赚 都有这个机会 标股接力赛 先进光换宜特再度大涨 那为什么要换 等等再来谈 那当然先追踪一下 比如说经济科 今天就平盘附近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2月的时候回到正轨 3月持续向上 公共电脑开始市场攻击紧俏 因为intel要退出 所以迎来转单新的投变 4月份产出交货 业绩就会往上跳 估计会迎来至少一季到半年的 业绩的高峰旺季 股价我认为在压缩有限 这边就是存好 等待业绩题材的发酵 另外一个威胜 它有新的投片 新的订单 包含有行政电脑 以及一些大陆的广告看板的一些相关的 Driver的IC的订单 都在 这个3月份新的投变 3月份就要产出 所以营收就会开始往上跳 至少也是一季到两季的营收的旺季 而且公控IC也会有转单 因为台湾X86就两家 一个威胜一个金鱼科 那公控部分又以金鱼科 逐末最久 收回最大 威胜也有机会 所以这两家公司 我认为再来 大概整理一下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然后 看完之后大买的要剩55块 一路冲高到83块4 在80块以上 获利出清 这一波上来 总共大赚5成 所以如果一次三成 三次是一倍 但是如果一次就五成 两个五成就一倍 所以要剩 完完整整 赚了五成 然后之后呢 盘移 41块6 卖在47块附近 也赚了大概15%左右 所以这个算是不到三成 但前后时间不长嘛 12345678 8天的时间 他赚了15%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短期的操作 所以这我说的 这个行情就是一个 标股接力赛的行情 有时候涨AI股 有时候涨IP股 IP跟AI股又息息相关 有时候可能换涨 工业电脑的 IPC的股票 有时候是网通 有时候是观光 有时候是光学股 先进光 大喷年大力光 都能涨 那有时候卫星的 也上来 机体的也上来 IG设计 车用的 相关股票 大家都在轮动 所以这种标股接力赛 一档接一档 每天都有标股 就看你能不能力可以掌握 那如果说你可以 每一个族群都掌握到 好几档标股的话 那赚了一波换股操作 拉回再买 再拉回整理的过程 换股继续标 一档接一档 那速度很快很快 像药盛 前面赚五成 后来主要资金 就是转到先进光 上桌三 上桌四 买大概87块多 礼拜一就涨停 98.6 礼拜一105 呆光涨停的那一天 礼拜二 再涨停 14.5元 今天早上再来到 115块 波段的新高 这边我就毫不练展 因为短线太陡俏了 就像耀胜 我当初在讲 我说耀胜 他在天天涨 横梢涨停板 乖离也不会太大 成交量当初 也都没有报 这种可以慢慢涨 慢慢涨 他可以涨最久 涨最多 所以这种可以转到五成 但先进光 他是几乎90度角的喷出 而且量连续的放大量 这种相对 我认为 他就比较容易有剧烈的波动 不代表后面不会再涨 但是我认为 在短短的五天 正在赚了三成 真的相当满意 先买一套 先买一套 五天嘛 87.7到116.5元 大赚28.8元 33% 12345 三成入胆 后面再飙 我也予以祝福 但如果拉回量 说的漂亮 我必然还会再买 包含耀胜 盘移 或者是先进光 这都是波段的股票 我拉回可以再买 但短线 获利先入贷 转进一特 今天 再说上 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这是一棒接一棒 标股接力赛 一棒接一棒 所以我说 你一口下赚一倍 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这种轮动的架构之下 这种标股接力赛的这种架构之下 只要你很顺的 那个我常在讲说 那个操作的节奏跟打牌一样 开哪对 开哪好 开哪顺 你插中洞 你就进中洞 插边章就进边章 听什么怪牌 你都会自摸 或者都会虎牌 就是那个顺的 后面都顺 做股票也是一样 我就说三月份一开始 如果说你可以做的顺 后面可能档档都赚 那现在标股 一下子都标一二十八二三十八的 那个行情又来 如果可以赚个两成 三成两成三成三四档就一倍 我不敢说每年都有这个行情 但是至少这一段 我看到 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多 你的标股就一档接一档 就跟接力赛一样 所以呢 现金光卖掉 转进宜特 其实九十二块多 我们就开始买了 那我平均就算成交在九十三块半 拉上去锁涨停 今天现买现赚 马上就涨停满 先进光换宜特 今天马上大赚 所以要胜赚五成 先进光赚33% 其实一百万 乘以1.5 再乘以1.33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是两百万了 就已经一倍了 那卖掉之后 从一百万变两百万 卖掉之后 今天转进宜特 现赚接近五%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这种标股接力赛 真的是最好赚的时候 好那为什么当初 宜特已经赚一段了 为什么这边要买回来 因为除了十二月份 一月份的营收 都创历史新高 十二月新高 这不意外 但元月份的工作天数少 营收虽然说只小幅度成长 但是在工作天数少了 大概三分之一情况之下 业绩还能再创历史新高 这个叫做墙中之墙 墙中之墙 那估计二月营收再往上 还是新高 三月份 会更加速向上 今年是业绩是一路往上 那主要来自于两个动能 一个是车用相关的IC 比如说车用的MOSFET 相关IC今年整个市场的成长很大 他做他相关的测试验证 最近车用的MOSFET部分 比如说德韦 股价大喷 然后台半 股价也大喷 那他就有相关车用IC的测试的业务 所以今年大好 那另外台积电 持续扩大三奈米 粮率是大幅度超越三寿 三星是比较少发表 但是粮率拉不上去 效能不好 接不到订单 台电是后发先制 那据官方说法 好像粮率已经跟五奈米 七奈米可能差不了多少 所以粮率整个拉上去 而且大客户争相下单 什么Google Apple NVIDIA AMD 大家都在抢产 所以这个部分 业绩会一路往上 那三奈米也要做相关的材料的验证跟测试 那台湾目前就两家 一个叫宜特 一个叫宏康 有相关的机台 相关的设备 相关的技术 可以承接台积电的订单 也就是说台电也只能靠这两家公司 那因为难度高 先进制审 所以单价高 利润高 也会带动业绩的成长 然后 宏康 目前股价大概1900附近 去年前三季赚6.64 全年大概8块多 8块多 算9块好 涨到1900附近 本比超过20倍 去年宜特前三季4块钱 比他少一点 但今年至少也有9块 也有9块 所以假设宏康去年赚大概8块多 股价都可以1900附近 那宜特今年至少也有9块钱 至少也有9块钱 业绩呈现大爆发的走势 所以我常常说用一个比价的观念 如果你宏康在这个价位叫做合理 那宜特显然低估了一倍 就像这个先进光一样 为什么会飙起来 今年获利大爆发 同样的宜特获利大爆发 又宏康股价 在这么高的位置等他 宜特不要说追到宏康 我认为一个三四成的波段的空间 自然不在话下 所以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 跟标鲁接力赛一样 一棒接一棒 第一棒赚五成 第二棒赚三成 如果第三棒还可以赚三成 那你去乘一成 这总共会有多少 那当然还有很多强棒 比如说333金铭股 这场股票去年赚超过9块 三月营收估计会非常非常强 因为会有新的业绩动能 营收会一路往上跳 今年至少要赚超过12块 股价八几块而已空间也是超过四成 保守一点抓三成 那就很厉害了 那这张股票呢 更中价位中低价位 车用比这样超过九成 今年赚超过四块 明年超过六块钱 股价只有四十来块钱 本比抓二十倍的话 股价都要翻倍 同样的保守一点 一个波段只要三成就好 不用说跟耀胜一样赚到五成 不要跟现金光一样赚三成 三四打 那就是倍数反 所以现在就是这种 标股 精品标股接力赛的行情 那当然首先你要选对股票 因为我坚持持买精品股 那你发现我选股票 那这一些股票里面都有最强的 毛利率、云利率、EPS 成长性或者市场率 所以它本来体质就很好 再配合市场一个相当不错的 环境、行情 那推波助澜之下 市场业内主力、食户、大股东 全部都进场做拉抬 那当那个数字 那个业绩行情在发酵的时候 一波上去常都不止三五成 那一磅接一磅 一磅接一磅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 有标股接力赛的活动 那我诚心的邀请大家来参加标股 接力赛的活动 参加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来电 或者在我们的LINE FB的那个留言里面 留下通关密语52168 就是我要一路发的意思 在LINE或者FB 或者打电话来 收出通关密语52168 就可以报名参加标股接力赛的最新的活动 带你买的都是最强标股 就跟之前的耀胜 先进光一样 那今天的宜特 一档接一档 一棒接一棒 标股接力赛 通关密语52168 报名标股接力赛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